2016年12月我排政府 政府告訴我 那時在那大叔 他告訴我需要見醫生 是2018年12月 我當時很慌疑 謝小姐因為骨膚導致關節劇痛 需要緩關節根治 但想不到要等兩年才可以見醫生 其後問題惡化 最終要自費大約11萬 去到私家醫院做手術 現在已經可以如常走動 其實有哪一個人長時間 長期性可以拿到十幾二十萬來做手術 那你們去因為政府資源問題 而去要別人排期 但當中的時段你沒有建議 你沒有一些學術性知識 告訴當事人如何保護問題 和謝小姐情況類似的病人 現時有大約一萬六千人 在公立醫院輪候緩關節 其中新界西聯網是輪候重災區 平均要等超過九年 那個聯網的骨科部門過去一年爆發逃亡潮 由去年下半年至今 先後有七個醫生離職 如果是在病人等得太久的話 譬如在寬關節來說 如果它是因為骨膚引起的 它就會比較快 會容易些會有長短腳 當長短腳越來越嚴重的時候 有時那個腳皮是超過五星或以上的話 我們就會比較 技術上就會比較難一些 可以一次過將腳皮擺正 因為可能會影響下肢的神經 醫管局說已經在五個聯網 設立全關節致援中心 今年度會在將軍澳醫院 增設新的中心 但預計未來幾年 每年都會有五千至六千宗新症 有社區團體批評 政府的醫療人手和硬件追不上人口怒化 認為醫管局可以將換關節手術 列入公司營協助計劃 補貼病人部分手術費 吸引他們到私家醫院 減少公立醫院輪候的人數 東網記者何子浩報導 消防衛ác 進行 nairstr 非常嚴重 rintr 美國 平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